Hello 大家好 莎姐 你見到還是紅的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已經不再癢了 其實最辛苦就是癢 紅就沒什麼所謂 現在已經不再癢就舒服了很多 我想過多一兩天這個紅都會慢慢止退 然後就等下一次做天舊的時候去再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點點 我廚房收拾好了 但是還沒有衝動打去管業處 就說換到門 還沒有衝動 想休息多幾天 因為剛剛忙於一落 所以想再休息多一段時間 另外最重要就是接到惡號 本身之前的工作做得很辛苦 很亂很辛苦 很辛苦地埋了 扔了給老闆 接著隔了三個星期 我看到老闆還沒看完出來 還沒去檢查 所以就八一八問我老闆 我老闆就說 打算我起一個框架 其實就 帳戶是跟檢查分架 但是有些事情就說 檢查不及人手 我起一個框架 即是把我本身做的 做檢查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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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同事檢查的 他們會做檢查分架 做檢查分架 做檢查分架 其實是不難的 因為這些東西是我變出來的 在商延商 又或者以一個效率來說 這個是最快的 加上 這一行經常缺人 有經驗的尤其缺 沒有經驗的都有 但有經驗的尤其缺 兼且核數那邊 是絕對缺 所以在缺人的時候 我都承認是 利益效率是最大化的 是最快的 但問題是 我心靈上 就不太過得去 我的同事 ODI的同事 知道是我起的框架 個個都拍爛手掌 因為一定是我最熟的 但問題是 大家都開心了 就是受害的就是我 小丑的盡是我自己 所以 有一點不開心 算 不過 沒辦法 如果你說人手鑑 老闆故意這樣玩 我就會覺得好玩 但真的人手完全不夠的時候 又有人走的時候 沒辦法 唯有我頂 總有一個要犧牲的 那 誰傷害沒那麼大 就犧牲誰 沒有特別怨恨 不過是 心理上覺得 又要面對他 那 好了 說回一個 比較 多人說的 巴黎奧運 先說一點 由於 巴黎奧運的最後的晚餐 疑似 修辱最後的晚餐 所謂的 換裝表演 所以有很多大廣告商 都抽起了廣告 這個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 巴黎奧運 會虧得更多 你不要以為 一般來說 這些展示 一定會 類似這些廣告 除了直播 不能退 這些廣告 不多不少 都可以退 那他當然是 可能一炮過 是給足夠錢的 正常就不會說 我們有時候做生意 就會 你做了一個 才給錢 但是這些廣告 這些一定不會的 九成九 是收了錢 才下廣告的 原因就是 這些奧運 這些特殊活動 你很難啞 所以 亦都很難說 很多時候都是 通知公司去做 因為你很老實說 你 美國的商家 你中國的商家 你哪裏的商家 他不會直接 在法國的媒體 電視台 什麼什麼 他不會吃碟式的 通常都是 通知公司 然後去買 那些公司 中間吃差價 但是 問題是 那些公司 怎樣去幫你 出過這麼大的錢 沒可能 所以公司一定是 收了錢 才幫你下廣告 所以一定是收了錢 現在那些公司抽氣廣告 那裏有沒有退呢 一定有得退 因為現在那間公司抽氣廣告的原因 並不是說我沒有錢 我抽氣 或者我自己突然間不喜歡抽氣 如果我突然間不喜歡抽氣 那當然是沒得說了 我已經幫你下來了 現在是因為一些爭議性的東西而去抽氣 這些通常都是會退的 差在會退多少呢 是不是現在買了兩天的廣告 未來還有十天 你知道奧運會大概是兩三個月左右 現在買了兩天 還有兩三個月的廣告 我也不買了 那我是否可以退兩三個月的廣告呢 錢呢 那未必 但起碼可以退到一半 因為你有一半是不買的 所以無論退多少也好 其實我會覺得那些商家就不會是因為錢的 錢就給了 老老實實 你退不退回來也是這樣的 因為已經給了錢了 那問題是這個是形象和淡氣的問題 如果我繼續在賣廣告 那些客人會不會覺得我在支持這件事呢 那些客人會不會得失那些客人呢 正如我上一輯都說了 小眾那些所謂LGBT 它是少數的 但是基督徒是多數 它會不會得罪為了這少數而得罪這多數呢 那你又要想一下 那些所謂LGBT 它是這幾年才興起 即所謂這幾年 可能這十年啦 二十年才泡過頭出來 但是你基督教你在美國 你不要說天主教 你基督教在美國多了二百年 美國立國就是基督教立國 什麼都二百多年 再不要說歐洲的天主教 就算LGBT多輕得幾快都好 上得幾快都好 你都不會救人幾百年積累的人數多 不救人幾百年積累的財富多 那別人又怎會得著它呢 這個是很現實 所以巴黎奧運會收回來的錢就會更加少 因為它會吐出來給人 那我經常都覺得一件事 中國人有說過 小菜不出大菜不入 拋磚引肉 那你巴黎奧運會做得這麼cheap 就是做得這麼孤寒的 人家對你自然都會孤寒 這個事實 那有些人就看到 巴黎奧運會有很多中國品牌在那裏賣廣告 還要賣中國字的廣告 就是有些就解讀為 我們已經不再需要看人面色 我們不再需要就著人家 所以我們買回中國的廣告 用回中文字的 要別人看完我們中國的尾 我覺得不是的 這些純粹是浪費錢的 是純粹浪費錢的 因為你要想一下 在那邊買廣告用中文字 其實你會覺得有多少人會看呢 是有中國旅客 但是中國旅客會有多少 多不多得過巴黎人口 不會的 真的不會的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其實就是我覺得 與其說賣廣告去賣一個商業品牌 我覺得更像是為了支持我們國家的運動員 而去賣錢 告訴別人 我們中國是強大 我們支持我們運動員 所以我買這個廣告 你想一下 有些我看到是賣牛奶 蒙牛奶 衣什麼鬼 那些 你基本上都不出去 有機會出口 歐洲 但是根本上就 主力口 就不會是歐洲 但是內地燒多 你歐洲有多少人 你法國巴黎有多少人 你能夠買到多少牛奶 不會的 根本就不會奢望你 我為什麼要扔錢 純粹是賣品牌 和支援我們國家的運動員 告訴別人 我們國家強大 我們有錢 在賣廣告 因為大家知道 通常在這些 國際運動裡賣廣告 那些 一個廣告位 就算你不要看它 小小的一個Logo 其實都很貴 是天價 當然你說它在車上 賣這些廣告 在那些牌裡賣廣告 平時可能真的不太貴 但是這段期間就非常貴 縱然沒有什麼人跟你爭都好 都會貴很多 等同我們香港搞一些 經貿展 玩具展 那些 就是國際玩具展 平時的酒店 如果沒有事沒有幹 可能一些三星酒店 是說一千元或者八百元 尤其是灣仔區那些 都是有些比較三四星 六字頭那個 可能是八百元左右 八百至一千 但是一到那段時間 你就會發覺 因為近回展覽區 就三四千元 一間最普通的房間 都三四千元 不要你預訂不預訂 總之就要這麼貴 起價 這就是商業價值 亦都這樣說 亦都真的 告訴別人 我們大國體力 我們有錢 然後說完錢的問題 另外一個又是錢的問題 就說回本地 經常都會說 又有一間不知幾年的老店 結業 又有旗下的什麼 冰室結業 然後就會有人說 哇 香港指導不好 香港經濟不好 香港什麼什麼不好 我不知道 香港人的中文水平有多高 可能英文水平高一點 我不知道 那些人怎樣去理解 結業 這個字 為何會這麼負面 我也都不知道 那些記者 對於這些中文字有多厲害 以前那一輩的中文一定厲害 那些記者 但現在我不敢說 真的完全不敢說 其實結業不是一個負面情 不一定是等於虧錢的 傻姐眼中的結業 純粹是一個利益的選擇 那是不是虧錢 不是 可能是賺得不夠 或者利益不夠最大化 我記得早幾年 又是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我覺得無聊的新聞 在中環一間店 結業 一般人就以為 結業 其實不是的 他是結業 他不是結業 就是蝕錢 所以不能做 他是結業 原因是什麼 他做了兩三代 最接手的一代 最接手的一代 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每天在這裏熬 我這間店就是我自己的 我不如把這間店租出去 更好 我每天在這裏熬 在這裏收錢 又要請員工 都是賺那塊錢 但是我現在什麼都不用 看著我拿租出去 又是賺那塊錢 那我不如租出去 我幹嘛要在這裏做生意 還要困身 這個不是他蝕錢 不是他倒閉 是他覺得這個不化算 我利益最大化 我不如收租 所以結業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人經常把結業 前面默化地 騙香港人說結業 就等於市道不好 等於要執 其實不是 有時候有些結業 他未必是蝕錢 只是有時候覺得 我再找不到人去做了 所以不如結業 這麼辛苦 為何會找不到人去做呢 舉個例子 如果你現在看到有人結業 就有人開業 但你會發覺現在開的餐飲業 最多的是沖茶飲店 最常見 如果不是就會咖啡店 因為咖啡已經被某些大品牌 已經啞了市場 通常就是茶飲店 如果你要吃東西的 可能就是一些餃子店 又或者是一些漢堡包店 西式店 你會發覺新開的 很少是茶飲店 很少是酒樓 除非你說 所謂新開酒樓 就是之前本來也是酒樓 接著那間不做了 所以有人頂來再做酒樓 改個新名 這些會有 但會不會在無端端 在什麼東西都沒有之下 就會開一間酒樓呢 少的 你說開點心店都還有 最多是冰室 冰室跟茶餐廳有分別 冰室主要是吃快餐 水巴可以做到的 多士 公仔麵 這些 茶餐廳是什麼 可能有魚香茄子煲 可能有雜菜煲 可能會有其他的 所以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人開酒樓 茶餐廳 你反而說 有三宋飯 三宋飯的形式又不一樣 薩姐跟大家分析一下 原因就是 這一門手藝的人 會入行做這一門手藝的人 是越來越少 老一輩一退休就沒有人接手 你想想 如果我要開一間酒樓 我不是頂上一手的話 我要自己找什麼 蕭立師傅 我不要管我的蕭立是否入貨 我都要找一個會斬料的蕭立師傅 要找一些會撿馬仔的人 即是撿馬仔就是撿配料的人 師傅要懂得炒菜 什麼都要懂得炒 炒飯 你不要以為都是一個師傅 不會的 炒飯和炒菜是另一個師傅 我以前做過一些關於catering 那些 飲食那些 你要學了很久的廚 才可以炒飯 炒飯三廚和二廚炒出來的技術 就已經含量差很遠 同一碗飯 炒出來是可以味道單很遠的 所以你會發覺有些這麼辣 有些這麼好吃的 不同師傅炒出來的 三廚和二廚就已經欠一個很大的水平 這個是技術活 那你現在問一問 有多少人願意在火爐堆拿著鑊鏟去做學師 你真的要拿著鑊鏟 五六年才可以升一級 這麼辛苦天天對著火爐還有哪些人 還有哪些人 還有你現在就算走樓也好 很多都是入貨的 不會再有人在你面前做個點心出來 第一時間問題 第二這種人越來越少 所以入貨 你說入貨不用人做嗎 入貨少很多 擦麵粉機器擦 分分鐘包餡都是機器包 然後就放出來給你們入貨 所以其實你會發覺 越來越少是這一種茶餐廳 茶餐廳都很慘的 請不到人 因為他要懂得煮這麼多東西 你水包那些綠公仔麵誰不懂 三文字誰不懂 就是茶餐廳未學過茶餐廳都可以做 我都懂得煮公仔麵 茶餐廳都會煮飯 但可不可以拿得出手 就是另一件事 但煮公仔麵不會出事 你只要不是煮到爛的 不是好像我姐姐那些特種兵 煮到可以變虎仔的 那就可以吃得了 那你有多難呢 開罐炸菜肉絲 炸菜肉絲 炸下去 是不是 不可以用一些 在開罐不可以用一些 炸菜肉絲 炸下去 搞定 所以你會發覺 現在住身那些 全部都是一些 大部分都是一些茶飲店 因為茶飲店你學過 你有個份量有個杯 可以照份量倒下去 不用任何技巧可以 西餐你都不用點技巧可以 技巧小很多 應該這樣說 然後一些什麼漢堡包 等等 基本上沒有技術可言 如果不是 你想一下 如果不是 為什麼麥當勞可以 隨便一個人進去 即場訓練了 就可以做漢堡包 他沒有說要做幾年漢堡包經驗 你part time進去 你煮過一下飯 就可以過去做漢堡包 因為所有東西都已經系統化了 所以你會發覺 新開的店都是這些 那這些老店怎樣 為什麼你經常說 做了幾十年老店要收拾 問題是 我不收拾可以怎樣 我不結業可以怎樣 老師傅要退休了 你想一下做了幾十年 你說 老師傅從二十歲到幾十年都退休了 那我哪裏有年輕師傅 我沒有 那我沒有年輕師傅 我不結業我做什麼 你現在看到有些三宋飯 為什麼有三宋飯 那有些人就說 我不想再打工了 我出來做三宋飯 那又有一批這樣的師傅走了 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煮三宋飯 為什麼會得而沒有人去查餐廳呢 重點就是三宋飯的自煮性 通常這些都是師傅自己煮 自己老闆自己煮 他可以決定那天吃什麼 他哪一樣熟手他煮哪一樣 他覺得那一段時間 哪一樣便宜他 他想煮哪一樣就煮哪一樣 是自煮性很強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覺 那些三宋飯的味道不差 當然啦 我拿得出手我才煮給你吃 而大問題是查餐廳 你是不行的 你款式一定要多 還有你備貨一定要多 因為你放在菜單上 客人一點你就要有貨 那你不和你三宋飯 你三宋飯我覺得這段時間哪便宜 你就進那個貨 其他不進都可以 你總之我煮那一堆菜 我就進那些貨 我不需要 extra準備其他貨 如有人客人吃 總之我就是做完這堆 客人就是吃這一堆 就不和茶餐廳的 有個客人突然想吃追追雞煲 因為我本身有些內臟 我又要準備一些內臟飯 你的菜單有回鍋肉 我又要做些肥豬肉 我那個有海鮮雜菜煲 雜菜容易做的 養藥菜有些 但是海鮮的話 你又要做些麥魚仔 又要做些蝦飯 你又要放些貨 成本就不同了 所以為什麼三宋飯是越來越多 而沒有人去做茶餐廳 反而越來越多 起三宋飯就不會起茶餐廳 這個就是原因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經常都怪我們 那些人北上 又怪市道不好 那你有沒有人會怪下一樣東西 那你現在樓價跌 那為什麼舖租不跌呢 為什麼租金不降呢 你說經濟不好 沒有嘛 是不是 那你 又少了人租地方 那你論上 你是應該減租的 吸引多些人去租 但是多有人 是寧願丟空都不減 那你為什麼不怪那些人呢 為什麼只怪樓價跌呢 其實樓價跌不是一件好事嗎 那些年輕人更容易上樓 樓價高的時候 你又說上不了樓 又說沒有錢買 樓價跌 你又說樓價跌 那你想怎樣 那些人是很學習西方雙標的 樓價跌的 你應該是更加好入市 你只是選 你難聽些說的 我們的態度就是 政府的態度就是 樓價是拿來住 不是拿來炒 那你樓價跌就好 拿來住 那為什麼樓價跌 你又不入市 拿來住 樓價高的時候 你說你又不到市 其實由始至終 都是說了一句 你不想努力 我承認香港的樓價 不是你說 努力一下 找份工就可以買得起 但問題是 你又要想想一件事 當初 梁振英 說的理論 行得通的 他說 把郊野公園邊垂地帶 的1%至2%拿出來 然後建屋 也說過 把居屋畫一圍 即居屋畫一圍6千元一呎 其實是做到的 老實說 那些人說 不行不行 那些基本上是廢話 梁振英是測量師 他說可以的話 難道我們這些普通市民 會計師會懂嗎 不會 我們怎麼去測量一個測量師 說的話 正如一個老闆 你覺得莎姐會輸嗎 從未輸過 除非那個會計 好像我們這些所謂的專業會計 除非她覺得她是很差 才能夠被別人拗贏 被外行人拗贏 那些就真的很差 那些是掛過名字 叫會計 其實她可能是做一些入數妹 但是叫得上會計 我沒有可能輸給一個外行 那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質疑梁振英 何況老實實 她當時做特首 她這樣做對她自己沒有好處 你想想 如果她還是做測量師 還是做測量師 這樣做可能會有利益收入 大家都更害怕 但當時做特首 任何利益都不關她的事 她做什麼呢 她真是純粹為香港好 但是誰把這些事堆壞了 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站在 不關我事 我沒有站在財團那邊 那些人聽別人線道 站在財團那邊 由得的財團這樣說 有時候我自己覺得 沉默也是一個罪來的 你沒有支持她 你沒有支持梁山 你沉默 那些人就會覺得 嗯 那些人是對的 於是就會 你要搞清楚 大部分人都是無知 但是如果你是看清楚的 而你站在沉默那邊 你就是慫恿了一些人 去第二邊 我經常覺得 我不管我的聲音有多微細 但我都會表態 別人問起我 我會給意見 有多少人聽得到 她的聲音 但是至少 我的聲音是出了 這個是 不斷不斷地去改變的 你越不說 那些人就以為那邊對 以後再有這些事情 她又會站在那邊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如果梁山那個 不是被人解僱了 亦都不是被人解僱了 你現在已經有 你想想 經過林鄭四年 如果梁山那個時候已經拍板了 真的正在建的 四年是夠建很多屋 一般來說 公屋的話 只要你有地的話 四年建好了 那如果當初梁山拍板的話 你想想 比加超都在任了一段時間 你現在起碼有好幾棟屋出現了 六千元一呎 我相信很多人都買得起 你不用多 你六千元一呎 四百呎 都是二百四左右 四百呎 兩口子加一個小朋友 如果實用 大家知道居屋一定是實用面積比較高的 只要你的間隔 如果都是實用的話 其實四百多呎 四百呎 兩小口再加一個小朋友 一兩個小朋友 是OK的 你三百萬樓下 你公屋的話 你都不會太深步 只要你兩夫妻都正正經經找工作 那所以 現在 現在說什麼呢 現在就是不停這樣說 香港死 香港塌 香港什麼什麼 香港什麼什麼 有意義嗎 你增加這些負面情緒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的 香港經濟再不好 都沒有辦法的 你全世界經濟有誰好 沒有誰經濟好的 香港不好都是正常的 何況香港本身是沒有什麼生產 我們所謂的收入 全部是來處於一些被動收入 投資 賣樓 好 旅遊 全部都是被動收入 很受愛在環境影響 你說金融 金融佬老實實 黑癡嗎 你沒有錢 哪個投資 哪個都沒有金融 對不對 你錢都沒有怎麼流動 而他們外國玩的財技不是因為他們有錢 是因為玩東西 是製造恐慌 製造一些不穩定因素 如果大家做生意的都是 你不會去一個知道會打仗的地方 去建廠的 難聽說 你現在 蝦仔那邊的地很便宜 你會不會去蝦仔 隨時給你意識來打 你不會 你會不會去黑蘭建廠 你不會 難聽說 你連柬埔寨都不想 因為不穩定 不穩定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當地不穩定 不安全的時候 你是沒有人想去那裏起任何東西 現在他們同樣地 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是這麼蠢 同樣地現在是不斷地這樣說 香港衰香港衰香港 差香港 什麼什麼什麼 說香港不民主 香港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 就想說到那些人不來香港擺錢 你這樣唱自己 你是不是愚蠢 香港靠什麼金融業的 其中一樣 那些人不擺錢下來 你金融業哪有錢 哪有稅 要知道其實 真是 金融業能夠在世界頂尖的 不是那麼多個地方 我們有沒有 有些地方你直接看都不看 每個國家都有一個 它的股票指數 我們就是恆生指數 美國就是杜瓊斯指數 美國就是杜瓊斯指數 日本就是日經 這樣的 倫敦就是另外 為什麼會有這些指數 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那幾隻 杜瓊斯 日經 香港 英國 都是看這幾個 你問一下 瑞士沒有金融嗎 有 德國有沒有 有 泰國有沒有 有 新加坡有沒有 但是為什麼我們來來去去去都只看那幾個 是因為這幾個 是最大的 以及最多人 放錢進去 你再看一看 美國盜瓊斯 現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國 因為你放些錢進美國 很多時候 好像俄股戰爭那樣 一下就把你凍結了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不相信美國 日本怎樣 日本的經濟這麼差 我放下去收不收得回呢 到時候你日元不斷跌 因為大家知道 買股票就是當地的貨幣 你日元不斷跌 就算我的股票升了 我賺了錢 我日元一對回來 你跌的話我也是 所以日本現在人家都不會 怎樣扔錢進去 英國呢 英國經濟這麼差 又在亂 你想一下 現在換了新的政黨 但是之前那個政黨 幾多個月內 一年內換幾個手上 那我作為投資者 我會不會放錢進去 我不會 雖然都是那個政黨 但是你一年內換幾個手上 你就很恐怖了 因為每個手上 他的作風都不同 你說一年內換兩個手上 可能有機會是病死了 又或者交通意外 這樣死了 然後換另一個都說 但是你很明顯 那個人還在生 而不斷下台的 你就知道他的政局不穩定 所以其實香港是 可以 翻新的 將資金引進來 因為香港是穩定的 但是現在你們這些人 就在不停說 香港什麼什麼什麼 而搞到好像 人家覺得香港不穩定 有些人就說 美國 你知不知道美國 外灣那些 經常都說 最好就不要去香港 香港危險 你們最好就不要去旅行 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香港真的危險嗎 危險得過美國 美國個個都有支槍 隨時被人在街上堆 香港會危險得過他嗎 不會 問題是 他要這樣說 就是讓你那些人覺得 香港危險 不要把資金放下來 其實問什麼 香港一定不會 給美國危險 香港人沒有槍 會有幾大傷害 香港的藥價 香港的吸毒 是比美國少 美國連吸食大麻 都是合法的話 那你想一下 香港是少很多 那為什麼會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採取主動一點 將我們的金融業再提一提 賺取世界資金流入 但卻有些人在幫外國 在這裡踩我們 究竟現在香港是真的那麼差 還是被你們玩得那麼差 真的我覺得你們反省 說香港現在市道不好 就是你們唱衰 明明我們是可以拿到這個資金 將香港再提一提 卻是你們不停地唱衰 所以我覺得 再唱衰香港那些 我不是要唱好香港 但問題是 自己想一想 不停地踩香港 無道理地踩香港 是不是一個事實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